好,大家好,又是我們思宣表自學斬的第十課 亦都是,我估計還有大概四課至五課就完成這個題目了 我們創造了一個創舉就是自學了思宣表 當然,復課之後我會回來再和大家加深溫習 以及去做一些點撥 好了,事不宜遲,我們去到今天的題目了 今天學些什麼呢?今天學一個叫圖表的功能 沒錯,是圖表 圖表應該在大家初中、小學已經學過了 我今天也會著重提醒大家一些要注意的事項 或是公開處理事項時怎樣做 第二件事,步驟 好,圖表究竟為什麼要同表呢? 大家要記住,圖表是讓讀者容易去理解的 當然,如果你的數據只有幾個 那就沒什麼意思 我們在很多很多的稅據之下 其實我們建議用圖表讓得容易看到的 所以你會看到,譬如投票率 比如美國總統大選 他們會有票數,但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圓形圖 對不起,圓形圖出來給他們看的 讓他們知道究竟誰得多幾票等等 好,那有什麼步驟呢?我猜大家認識的了 分別有預備圖表的數據 預備好它,選擇圖表的數據 預備好之後選擇 選完之後呢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你其實有很多資料上選擇 即是你已經預備好了 不過你預備不是負責圖表 是負責很多事情的 但是你要做一個圖表出來 就是用這些資料,你就要選擇了 然後選擇它的類型 坦型圖,圓形圖,直線圖等等的圖表 最後就是大家經常都忘記的 入XY軸的名字和標題 一會兒都會示範的 好了,在我預備數據時有什麼要注意呢? 記著是以欄或者列的方式去排列好 你不要逐點逐點跳等等 每組應該要有標題的 然後數據之間不應該留空白位 應該要是 如果空白了,其實那個數據應該是沒什麼意思的了 所以就應該給零 或者填一些相應的資料 或者不適用等等 或者刪除了它 好了,我們試一試效果率 看這個表 這個就是大家上次見過的成績 我想先做成績分析 我想看看大家測驗分析的情況 我已經預備好數據了,數據就很多 接著我這次圖表就只有這兩個 再插入 選擇相應的圖表,我們這次用棒形圖 好了,然後你就會看到按,叮,完成了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問公開試 就送分給你了 但是也有些問題 因為太簡單,太容易了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 當我們做圖表的時候,漏了幾個步驟 就是正正剛才我說的那個 輸入X軸Y軸標題 我猜你這三個應該記得 但是很多時候就會忘記輸入這個 好了,我先抄去其他地方 等個畫面大碟 好,現在第一點,標題 什麼叫測驗,是一個不正確的標題 所以我們要寫回 S4ICT測驗 成 成績 分析 OK,好,完成了 然後X軸Y軸,當然這個容易理解 是學生命清 但是很多時候都要做出來給別人的 那你就先選擇了 下面這個先 選擇了,然後 選擇這個 標籤 在公開試 不需要這麼詳細說 即是說我會加入X軸Y軸的標籤 這樣就可以了 你要打吧,譬如說 哦,是什麼來的? 找回吧,因為我現在這個 我先放大一點點,我看不完 好了,接著呢 黑到,來看看這些吧 看看有沒有東西打漏 好,位置 再說哪個類型 譬如你需要文字,就想文字選擇 然後呢 就位置 那個 標籤的位置,就在軸旁 什麼叫軸旁呢? 我便說一說 這個 這裏,低 沒有,可以是沒有 或者是這個 軸旁 好了,那就Y軸了 Y軸,又看看一看 Y軸,黑度 有沒有黑度?現在是十格一格 不是,我想仔細一點 我想五格一格 然後就一 這樣,它就會改變了 看看自己究竟要多少 最大值是多少 它自己檢查到我最大應該八十多 所以它就用九十 但是我說我一百份換份的 用一百份都可以 但是你自己 這個要自己選的 公開試就未去到這麼誇張的 是的,但是你要去到選 然後就選 標籤,在這裏可以的 整件事你就會見到 我們就做了一些這樣的 當然啦 你公開試的時候就不用 不用選這些 文字,KD塊 你直接就用選標題 那就已經可以了 好 這裏就是大概給大家一個概念 如果大家有問題的話 就在WhatsApp留言給我 如果沒有的話就這樣 拜拜